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积电 没跌 涨十块钱 台北股市没有跌 那看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今天我认为是还还不错 毕竟你看一下 你看韩国 韩国今天又破 又破前提 那日本呢 日本是还好 那台北股市呢 有没有大问题 我认为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目前月线季线都破 所以投资朋友 还记得我讲的吗 我说指数上我的看法我比较保守 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我讲得非常清楚 我说这指数上不要太过期待 那来到股票市场是操作股票 所以你看指数会失真 那我们来看今天重头期的 重头期在台积电 台积电有没有跌 没有跌呢 创近期的小短高 但是 但是Butter 你有没有 那有的人我稍微先讲一下 你有伪创 你有光宝 你有技嘉 广达 因业达 人保 你看到每一档的 这些比较全职型的AI 那基本上 投资朋友 我直接下定论比较快 下周会反弹 这一条黄色线是月线 这一条是季线 其实非常明显的 季线已经开始下弯了 月线也是正在下弯当中 所以当他有反弹到月线 或者是月线跟季线 这个区间 你是要站在卖方的 所以下周 你有喘息的机会 你有喘息的机会 但你会问我说 老师那我买在130 到160怎么办 如果你买在130 160 我认为你要先减码 减码三分之一 或减码一半 你不要想说 你买130 买140 150 160 那没有到这边 你就不出 你就不出 没有到这你不出 老师朋友 趋势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那这是伪创 光宝 我想请问投资本一件事情 其实从基本面来看 是没有改变的 没有改变 对不对 但目前来看 好像 好像光宝比较强 因为基本面 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 用辅助 辅助 技术面来看 它是唯一没有破的 低档背离 破前提 它没有破 但其他像 伪创 或者是像 广达 或技嘉 这些都破 对不对 都非常明显 那我想请问投资本一件事情 那反弹 你会不会卖 你可能还是不会卖 你还是不会卖 那其实 有一些个股 已经跌到一个程度 我建议你先不要杀 这也腰斩得快 投资朋友 已经快50%了 447 今天已经220了 440 220 这边没有杀低的理由 投资朋友 操作股票的时候 你要看 看个股 它目前走到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你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动作 那有一些个股 可能还有一些杂音的 那你可能要稍微再什么 再看看 不急着买 这我讲过了 电影 不急着买 毕竟它没什么跌 它跌不到20% 那你说老师 我这边可不可以先抢个短 当然 看你的手脚 如果你手脚很快 它可能有弹 那弹看你会不会卖 如果你是买的 不会卖的 那你不要去抢 你认为说 每次点到月线 它就上 这个点到月线 它就上 我不认为 那甚至呢 甚至可能就是 有一点杂音的 这有一点杂音 华福 为什么 Tesla 对不对 好 那这一个股 我们就看看就好了 投资朋友 我觉得 我每天讲这些 你也听得不舒服 那台北股市 有没有什么大问题 老师 那个战争 尾巴战争 有没有关系 说真的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知道 这个 这个跟战争 有关系的 黄金 黄金概念股 对不对 加农 加农也好 或者是 8390的 金益顶 这目前都还算 算是还蛮强的 尤其是什么 加农 那你说战争 会不会影响到台北股市 这我不敢讲 我不敢讲 那我们来看看 郑军所推荐的个股 今天差一点又涨停板 这两个是地球 那包括 2233 羽龙 减肥药 这你应该知道 这我讲很久 我讲非常非常久 你有在看吗 有 好吧 3227原项 原项今天又创高 那 华欣客没有什么跌 算强势 算强势 我给你们推荐的个股 我希望你们要有一种概念 就是说 你去选择趋势是向上的 趋势向上的 你们仔细看 这叫趋势向上 我们操作股票一定是什么 看趋势 不是吗 不然你们是看什么 趋势向上的股票 买趋势向上的 买趋势向上就对了 就不用去想这么多 如果你 当然你可以什么 去抢 可是不晓得你要抢到什么时候 这种就是趋势向下的 对不对 他都有弹 他都有反弹 反弹你不会卖 反弹你也不会卖 这趋势是向下的 这不用争辩吗 这有需要争辩吗 季线都下弯了 投资朋友 看季线都很准 季线都开始下弯了 不是吗 那你当然要去买什么 买趋势向上的 季线都往上走的 而且月线突破季线黄金交叉 有没有 我是不是跟你分享很久了 我当时有没有跟你讲 月线突破季线黄金交叉 其实个股操作难度不高 真的难度不高 这边你可以留意它 那这股票它蛮有趣 为什么我们敢在那边切入 因为它这边回撤月线上去 再回撤月线 所以切进去很容易涨停 涨停 再涨停 昨天再涨停 今天差一点又涨停 那你会说老师 这个看不到基本面 你说看不到营收 看不到获利 投资朋友 我先跟同学分享一件事情 股票在低档区 绝对看不到营收跟获利 我用这档股票来做说明就好了 请问投资朋友 这档股票叫首例 这样全市场大概只有 我在推荐这档股票首例 两趟 那我想请问一件事情 它营收漂亮吗 营收还好 那获利 没有获利 营收看不到 获利也看不到 那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 那为什么会飙 那我再举一档股票 我再举一档股票 我年初 我年初一直在讲的这档股票 叫青帮 你在低档区 你绝对看不到 你绝对看不到它Q2 你看不到 那Q1其实那时候你还不知道吧 你不知道啊 那为什么会飙 当股价在低档区在低价的时候 你永远不会知道 你真的不会知道 但我有跟你讲嘛 我说这个是叫 这个最低价的伺服器 你有没有印象 有啦 有印象 那后来政军为什么会推荐这个地球 很简单的逻辑 因为我先前有在讲 这两档股票 就是折叠首级 一档是什么 富士达 一档是3548的赵力 赵力我是六十几块推荐的 我推荐有跌 我推荐的当下 它真的有跌 对不对 但是我也说明过了 赵力涨一倍 富士达也快一倍 那最新应用的技术 透明导电膜 全市场没有人在讲的 只有我在讲 那请问投资 你们这样看起来 好像涨很多 事实上 事实不然啊 怎么会涨很多 怎么会涨很多 那用量价来看 我当时候在讨论的时候 量啊 量大概 只有到这边 一半 你还记得吗 那这个量 你应该看得懂啊 你说挑战这边 是有机会 但是你说这边 我不敢讲 这边我真的不敢讲 但这个大量 你应该是看得懂吧 你应该是看得懂啊 所以我在推荐股票 一定有我的逻辑 跟我的想法 那你们有时候是看 纯粹看日线 我常常看月线 角度不同嘛 如果你看月线 这才刚刚起账 这不是刚刚起账的股票吗 投资朋友 你应该看得懂吧 才刚刚突破下降趋势线 所以你买对位置很重要 买对位置 那我们来看 同样都是看月线 我们同样都看月线的角度 那我们来看看 那你为什么要买在160啊 如果你早一点 你早一点 用月线来看角度 你早一点来看嘛 我先前都讲过 我说这这么陡 拉得这么陡 拉得这么凶 全市场 全市场都看好 没有人不看好 有没有 但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现在老师 还在讲什么 这些老师在讲什么 我们凭良心讲话 如果这边老师在讲 现在都讲别的 那就不够意思嘛 但是还在持续讲 那我认为 好老师 给他个掌声鼓励 你不能这边 这边讲 讲说看到哪边 多好多好多好 有没有 什么明年要赚8块 赚10块 但你撑不过这一段 你撑不过这一段 你撑不过啊 投资朋友 你撑不下去啊 明年就算可以赚一个 股本的伪创 但是你等不到那一天 你就毕业了 投资朋友 不是吗 好 那我想请问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来参与 将军水兰考 有没有来挖宝 有来的一定会有这种感觉 我希望你要来 来 将军水兰考 等你来挖宝 只要加个line 我会让你很轻松 我讲什么 我说你要学着 试着去换 试着去换 试着去换股材是王道 不是吗 你看几天了 那我讲一定有理由 我不是说 低档区一定我看好 不是啊 低档区 它有没有人知道的题材啊 独门独家 投资朋友 独门 独门的啊 这都有当时候的预告啊 那你有没有来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礼拜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轻松 亲爱的投资朋友 那今天又差一点掌停板 来我们全国全世界 全宇宙的会没有 正在收看 我们是不是实际上操作 有没有预告 这当时候的预告啊 那你有来这很轻松啊 不是吗 今天变40%啦 那你没有赚到没有关系 还有新的 这一档 等我一下 我拿个比 这一档是三开头的股票 三开头的 我今天没有出手 不好意思 想说今天盘也不是 盘也没有非常好 所以今天我没有出手啊 但我认为这位 位阶已经够低了 融资也创新低 但是营收创新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在我正在讲的内容 我在讲什么 我在讲说他融资创新低 代表什么 代表他筹码是相当相当的干净 那融资创新低 如果营收也创新低 那我连看都不看 那如果融资创新低 营收是创新高 那你当然要来什么 要来感受一下 先来试吃啊 体验看看啊 我带你实际上操作啊 我带你去操作啊 这下周一我一定会买 下周一我一定会买 但你说我在预告 我不见得马上那么挤啊 我不会说 我今天讲完马上 明天一定会买 不见得啊 投资朋友 因为盘也不是非常好 没有必要嘛 但他今天表现还不错 我相信很多人 有猜到这档股票 你今天盘中 你有去买进的 他尾盘是他上去的 你应该有感受到 我都没出手 我出手他一定上去的 昨天我跟投资朋友 分享这档股票 很多人不太了解这档股票 来 良德电 我最近都是锁定连接器的股票 不好意思 那内容你们自己看 没那么多美国时间 我没那么多时间跟你分享 这个内容 但我有讲过 总共有十二大点 那如果你有时间 你每一个都去看 每一个你都去看 每一个你都去研究一下 那如果时间 没那么多时间 老师 我哪那么多时间 一个一个看 你也懒得看 你也懒得看 对不对 那你看最后一项 你最后一项 看一看就好了 有时候在暗示你 有时候也不能讲得太清楚 聪明人都会来 但是你还是卡在 就是 老师 我这些个股 跌了四五十% 怎么办 我想请问 都这么一件事情 你们最近看到 这个美国禁令 对于这个晶片的禁令 当然 媒体也有去访问 媒体有去访问 黄仁勋黄董 那当然也有去访问 台积电的董事长 他们怎么说 他们都说 影响不大 那难道 假设今天媒体来访问我 假设我今天是黄董 假设我是黄董 那媒体来问我 难道我会讲说 影响很大 这个 这个不得了啦 不管高阶的 中阶的 低阶的 全部不能卖 那全球最大的市场 就是中国啊 那都不能卖 可是你看媒体 去访问他们 他们都讲影响不大 有没有讲实话 没有 但同志们你们有没有发现 昨天 有人去访问 也不是访问啦 那是他自己讲的好不好 特斯拉执行长 马斯克 他讲什么 他说他那台Pickup 可能没有卖那么好 他自己讲的 他自己跟媒体讲的 他说这一次可能没有卖那么好 而且还被媒体拴 说他那一台车 一台车赚不到10万块 一台赚不到10万块 所以你硬生生的看到什么 看到昨天特斯拉的股价 是大跌了10% 他有讲实话嘛 但我认为他就会先反应 你懂那个逻辑吗 当有些时候 你看到媒体 我印象当然最深刻 就是 陈泰明 陈董事长蛮可爱的 他在1200块钱的时候 国序啊 媒体也有访问他嘛 那一句话是他讲的嘛 他说好到不行 看不到隧道的曙光 看不到 看了没有 同事朋友 他的意思是说还很远 那个距离还很远 可以从1200再到2000 所以同事朋友 有时候往往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 每次想的跟 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当然不表示说 好像AI不行 那就不能操作 那你除了AI晶片 你没有别的晶片吗 还是有 只是投入你 你不会去看 你懒得看了 那我有跟你讲嘛 那AI晶片之外 那也有别的晶片啊 USB PT的晶片啊 那苹果实物 全面采用这个 Type-C的部分 你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电脑 来 那请问投资朋友 普瑞 普瑞为什么创新高 那昨天才讲的嘛 我说通家创新高 通家创新高 你可以考虑什么 你可以考虑 伪全店 你今天盘中 你滴滴的买 你是赚钱的 你盘中 你滴滴的买 你是赚钱的 为什么 你通家都过高啦 那当然可以考虑一下 微型店啊 那如果你不认同我 那我反问你 那为什么他创新高 他为什么创新高 都同样的啊 包括今天6104的什么 创伪也不错啊 都拉尾盘啊 都拉尾盘啊 好 那当然啦 讲这些没有用啊 讲这些都是你不爱的股票 你最爱还是当下的啊 对不对 那至于这些 我也懒得讲了 因为我每次讲 你都说我在拴 拴什么 我讲伪创讲的那么仔细 我连包包都跟你讲 下周会反弹 你要特别留意 下周的反弹 你要珍惜下周的反弹 下周会反弹 那反弹你会不会跑 我不知道 我希望你来找政军 因为我觉得说 我股票帮你准备好了 我们倒着回去看 股票不是帮你找好了啊 低档区融资创新低 营收创新高 而且他转机转机什么 这你们都知道啊 去年打消什么 全部最烂最烂最烂 最烂的那些 通通都打消掉了 那你要不要来 你当然要来啊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错过地球啊 投资朋友 地球还没有这四根的时候 投资朋友 那你又来 我现在倒着回去给你看 投资朋友 你已经看到结果论了嘛 对不对 你看到结果论 那请问到结果论之前 结果论之前 我在预告的同时 我在预告的当下 它还没涨 那你有没有来 你有来 你一定很轻松 你有加赖的 你会谢谢我 因为我会实际上带你操作 那今天还没有加赖的 投资朋友 你今天加完来 我要亲 我跟你讲 我们讲真话 下周一定会亲自 带你去实际上操作 最新的低档局 低价的个股 去登记吧 中场先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下周 habt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个赞 来换股 换股才是王道啊 如果你上个礼拜有来 上个礼拜你有来 那这礼拜你会非常的轻松 非常的轻松 你不觉得吗 你跟正经操作非常非常的轻松啊 那你有没有来 没有来要赶快来啊 为什么 因为有最新的要等你啊 等你啊 郑君要实际上带你去操作他 下周我们会出手 希望你要来 那你想要反败为胜的 不要跟我客气 我会想办法帮你发发 帮你发发 先来体验吧 怎么体验 很简单 我们仍然是老规矩 老动作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感谢你的收看 我下周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